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前几天让我们赏悉了蛤蜊格的《清晨》这首歌 要抽签来决定谁要介绍蛤蜊格这个音乐家 结果抽签抽到我 你们刚刚是不是掉了东西啊 对呀 我掉了一份关于音乐家蛤蜊格的演讲稿 我明天惨了啦 是这一份厚的蛤蜊格声评传记 还是这一份音乐家百科全书呢 都不是呢 我掉的是一张纸 是我自己做的笔记 你好诚实哦 其实啊 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哦 让我来帮你完成一场完美的演讲吧 哇 哎呦 屁股好痛哦 你们是谁 为什么擅自闯到我家里来 是想偷东西吗 我要把你们两个送到警察局去 不是不是 我们不是小偷 我们是来找一位名叫爱德华 蛤蜊格的音乐家 没想到不小心就跑到你家来了 真不好意思 我就是爱德华蛤蜊格啊 你们找我做什么呢 你就是蛤蜊格 那个写出清晨的蛤蜊格吗 是的 我是 你 你握得好大力 对不起 我太兴奋了 我是贝高芬 她是米粒 我们来找你 是因为想了解你的作品特色 原来你们也是热爱音乐的人啊 那有什么问题 想问什么尽管问吧 你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音乐啦 没错 我的母亲是一位钢琴伴奏家 所以从六岁开始 我母亲就开始教我钢琴 可不是我在自夸哟 我真的很有音乐天分 所以后来被送进最知名的 来笔席音乐学院 接受扎实的音乐训练 听说你受音乐大师 舒曼的影响很深 是真的吗 我在来笔席的指导老师 温泽尔先生跟舒曼是同学 温泽尔老师教导我许多钢琴的作曲技巧 也让我认识了舒曼创作的精华 这两位大师对我的作曲风格 有很深远的影响哦 对了 蓝歌 你手上拿了一封信 你要出门寄信吗 是啊 我本来正准备出门寄信给 李斯特先生呢 结果就遇上你们了 李斯特 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钢琴之王 李斯特吗 原来你们也认识他呀 当然了 你跟他可都是曲式文明的大音乐家呢 不敢当 不敢当 是李斯特先生写信来赞许我的创作 能被大师称赞啊 我也很受宠若惊呢 后来我就跟他成为好友 常常写信 分享作曲心得 跟切磋记忆 那你有没有得意的作品呢 每一个作品都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不过真要说起来 我最喜欢跟小调钢琴协奏曲 这首曲子可是在乐团上造成空前的轰动呢 李斯特先生听过这首曲子后非常喜欢 他说 嗯 这才是真正的北欧啊 而刚刚你们说的《清晨》也超棒的 这首曲子是我帮大文豪·易普森制作的 剧本配乐《皮尔金族曲》里的其中一段哦 我们知道 您是在苗摩沙漠中的美丽早晨 您用了长笛《双黄管》当作晨起歌唱的小鸟 在鸟管写乐颤抖 听这首曲子真的能看见清晨的景象呢 哇 你对我的音乐研究得很彻底呢 哇 因为太喜欢音乐了 跟朋友一起创办了挪威音乐学院 很欢迎像你们一样爱音乐的孩子们来学习呢 谢谢你的邀请 不过偷偷跟你说哦 我跟贝高分来自未来 因为他明天要演说一个关于你的演讲 所以我们才跑来找你啦 这样啊 那 欢迎你们常回来挪威找我玩 我愿意当你们的导游 为你们好好介绍我美丽可爱的家乡 当然没问题 那就这么说定啦 我们回去了 拜拜 有了蛤蜊阁包吗 看来明天的演讲一定没问题